南和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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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完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居士阿弥陀佛 我今日讲的课是佛教的历史 我初初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师父说佛教历史 讲到人家都黑眼睡 我说我不会吧 我会比较 讲历史也是一个很长篇的课题 只有两堂课也是讲得很简洁的 我说多用历史上的人物 历史上的历史事物 来说给大家知道 他们的印象更深刻一些 比你所说的年代什么朝代 那些更加会悶死人 所以我就去自己找资料 或者是筹一些比较有趣的历史事迹 来和大家分享 未学佛的我之前 我觉得佛教的印象比较我 我就认为佛教是一些烧香 拜拜 或者是求保佑 求愿望的宗教 等到我有一个机缘 让我接触到真正的佛教 我看到一些佛教的书籍之后 慢慢对佛教就有了些了解和认识 觉得他们里面说到佛就是觉悟者 为什么要觉悟呢 觉悟到什么道理来呢 当中他也提供了一套对人生的观法和修行 说明了有关人的身脑病死 轮回果报 了脱生死等等的关系 这些大家可以日后参救当中的奥妙 佛教青年会每年都开办这个佛学班 目的都是想将正讯的佛法宣扬给更多人知道 这种菩萨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的学习和赞叹 另一方面 佛青的成功是有赖于你们各位的支持 他们的成功加上你们的支持 只能够达成成佛为名 护持佛法 令正法久住的目标 所以佛教的兴需必须是靠大家的发心护持 要护持佛教就必须要认识佛教的历史起源 说到佛教历史 如果从佛教的起源地 印度说到它怎样传播到各个世界的各地 甚至我们全部传入中国的历史 两堂课的时间 真的没有可能将两千多年的历史 讲得很详细 只可以我将佛教的一些思想的渊源 它的发展路线 它的传播地区 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直此希望可以给大家 对佛教历史有一个初步的形式 如果当中有什么缺留的话 希望大家为我指正 我有一个讲课的目录 我编排了我这两堂课的内容 我的目录在这两堂课当中 我简单地写出我要介绍的内容 我略略地讲一下我这两堂课要讲的内容 第一 为什么要认识佛的历史呢 认识历史对我们认识佛教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第二 佛教的起源 佛教的起源地在哪里 印度 佛教的创办人呢 释迦牟尼佛 你们先前那两堂课都有上过 佛陀传 我代法师考考你们考试 个个都合格 接着就是要认识佛教的历史了 听完佛堂 创办人的身平 历史 接着就是佛教的历史 所以佛清安排的课程是很好的 一步一步地将佛教的知识 这个原理是洪阳请法师来讲解给大众 知道的 第三就是讲到印度的历史了 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 就要连同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都有相关的 它才会引出为什么会有一套这样的历史 引发出来 第四 它印度的特色跟我们不同 它会将人分为四个总成 有婆罗门 撒地利 废舍和守陀罗 这些我会一一地讲解给你们知道 第五就是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就是佛入灭之后的那段时期 因为佛已经不在世了 各个的派别都出现了有个分歧和真灵的时期 所以就有很多部派出来 所以因此佛教史有记载有四次的结习 结习即是将佛陀在世 他所宣说的经 论 论 集合 一般的真人读众出来 然后记载起来 当时读经状的 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位 不知道是柯南尊者 所以你们看看我们读众的大乘经典 比如《金刚经》、《地藏经》 《如是我闻》 经典不是阿兰自己说出来的 是他听闻了佛陀说法之后 所凭他的记忆说出来 而来到记录下来 所以有《如是我闻》 这几个字在经头里面 《栗藏》是由幽破尼尊者 四次的劫习之后 也将佛教分化为大众部、上座部 大乘佛教和佛教 今天大致上我只是说到第九点 下一堂我会将印度的佛教 传到各国的国家 有中国、西藏、朝鲜 朝鲜即是韩国、日本、泰国等等 主要的国家 这个是佛教的风范 因为这几个国家都以佛教来做国教 而第十一点 佛教传到中国 他的教化社会上有什么贡献 对我们中国有什么贡献 以及改善 对人生有什么扩展 第十二点 中国佛教的文化、艺术 包括他的寺庙、佛像 都是佛教艺术之一 另外第十三点 看传佛教 印度佛教传到中国 就被称为看传佛教 他成立了十个宗派 这十个宗派 我都会一一介绍给你们 第十四点 也是我们看传佛教的大德 他们制立了真奇的制度 另外第十五项 就是香港的佛教 我们身处在香港 我们也要认识一下佛教 在香港是如何发展的 以后他们的宣扬是如何去向的 第十六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几项就是我这两堂要想讲的内容 进入正题 身为佛教徒 其实真的要好好地认识 整个佛教历史的来源 也都是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上面 值得去探究一个项目 好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的修行法门 所谓八四千个法门 又有这个真奇的制度 佛门的移规 佛教的成立等等 他们的发展和起源 当然就是来自这个佛台的时代 但是当中演变的过程 也会随着某些人 事 物 时间 环境的因缘变迁 而有所转变的 一个宗教的创立 和当时的社会文化 和宗教的背景是息息相关 印度这个文明的古国 虽然一向他都不重视这个历史的记录 但是根据佛教的经典里面 和一些文献的资料考察 对他过去大约1700多年前的 佛教历史轨迹里面 已经慢慢被人考究出来 当中记载了很多佛教的历史伟人 他们的慰教 慰法 刚徽的事迹 也显示出印度佛教受到本土 和其他宗教和外来焚化的影响 而产生了变化 同时更深入影响到世界性的佛教发展 身为一个学佛人 他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待 看这个佛教史呢 基于无上无我的原则 应该以这个客观的态度去看历史 因为历史的过程当中 亦都可能会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因缘影响 而有所改变 即使是当时的佛陀 虽然他已经自证无上菩提 但是亦都要一样必须分途 和适应在印度的文明 只能够广大地宣扬他伟大的教理 令到佛教不单止在印度本土流传 还可以流传到各世界 承认这个南北南北传的和藏传的佛教 了解佛教历史 可以帮助我们破除佛法上的知见迷惑 更可以令到在修行上 有时半功倍的效用 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不容易接受我们不可思议的佛法 但是佛教史是一面明镜 能够暗往之来 知道佛教的轻衰浅活 对观察整个佛教 有更加敏锐和深刻 另外对于多方面的流出来的 其他的佛法 都容易比较理清它的真相 分辨真假 从而培养出我们宽大包容的智慧心胸 佛教是起源于这个印度 但是在1700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在不同的时段 又加上向外传播到附近的亚洲国家 难免有不同的各地佛教 都显示出他们不一样的风貌 不单止是在外在的形式 有明显的不同 甚至思想上的内涵 对佛法的理解 亦都富有难以原容一致的差异 这种差异固然是来自于 各地区的本土文化的影响 但追根究底 最终都是来自于印度佛教 他本身发展的不同 佛法流传在世间 难免会遭遇到 世间种种因缘条件的影响 而表现出在思想上 形式上的差异 同时又要面对不同根性 以及需要的信众 更加出现了有不同方便 以及善口的说法 即是遇到不同根性的人 就会讲一些不同的佛法 去引导他 遇到不同的环境 就使用不同的教法 所以选择信仰佛教 是不可以不用心思 来明了佛教的起源历史 在修学路上 的确没有说需要 要仰挨这个历史 来帮助我们的政见 但对多数的学者来说 今天的环境 今天的演变 有这么多不同形式的中派 都说 他都是亲口宣说的 宣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法活 难免会被怀疑究竟 哪一环只是真正的佛法政见 而历史就可以告诉我们 当时的思想演变过程 以及传承的物乐 提供我们的思考 抉择的重要线索 不论是为了自己 或者是为了他人 历史真是一个 很有用的方便法门 是帮助我们 认识佛法政见的眼目 首先我们来到认识佛教历史 就要先清楚 他当时社会的背景 在西元前六世纪的印度 在政治上面 各与各之间 都是各自为正的 互相在争佛的时期 而在种族上 亦都分为亚利安人和非亚利安人的分别 在印度的西和北部 是亚利安人活动的范围 而东和南部 就是属于非亚利安人的活动范围 而在社会上 北印度 即是亚利安人聚集的地方 他们实施了种性的制度 将人分成四个阶级 有婆罗门 刹地利 废舍 守陀罗 另外在四个阶级之外 还有一个 尖陀罗 俗称他们为战民 即是贫战的民众 印度的种姓是世袭的 不可以改变 你的祖先是守陀罗 那你就是守陀罗 你的后代也是守陀罗 几乎是不可以改变 和翻身 四种种姓中 最高级的就是婆罗门 他们是祭司或者是修行者 第二阶级是察地利 他们是皇室或者是军人 第三阶级的废舍是商人 最低阶级的是守陀罗 一群普通的劳动者 包括农民 手工业的工人 手工业的工人等等 原则上阶级的分明 低阶级是要为高阶级服务 每个阶级都制成自己的团体 不可以混乱 不可以混乱 为什么要这样去分析阶级的作用在哪里呢 根据印度教的经典认为 他们就将人体 人的身体是最神圣的部分就是嘴巴 食物就从这个口进入 也可以赞颂这个经典 所以从神的口中出生的就是婆罗门 嘴巴下面就是强而有力的手臂 他们就负责这个战役或者是治理国家 所以从神的手臂出生就是擦地利 再下来就是双腿的部分 因为要支撑身体的 所以从双腿出生的就是肺舍 就是要认真地工作赚钱 来到服务上阶层的婆罗门和擦地利 最低层的就是脚 双脚经常都在地上踩到骚脏了 所以从神的双腿出生的手陀罗 只能够从事一些农民艰苦的工作 成立这种规定一定是当时的祭司 他们就是婆罗门 在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 离驱废陀经典中 他规定婆罗门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原因是他们拥有神的法力和咒语 所以帮助国家免除苦难和血光之灾 就这样的缘故 第二阶层的擦地利 他们要去打圣仗或者要政权 就要求助于婆罗门 所以更下一层的商人和农民 都无可厚非要听命于他们 总圣的制度因此就延续下去 亦都可以想象到 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分法 一定会遭受到这个挑战 国家的实际掌权人 最后一定是拆地利 因为他们是王族的出生 不会今生服从在婆罗门的控制之下 而从商的肺舍 他渐渐有他的财力和势力 他也想重重欲动 想反抗 希望能够进入较高的阶级 实际上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身为婆罗门一族 他一定会保护自己的权力 于是在权力上 职业上 开始扩大他们的领域和势力 例如他们都参与政 掌与权 还不时散播出神说出的留言 说 假如拆地利 你们不好好地服从的话 印度的天神 就会将你们全族都消灭 最后他们都是屈服在权势当中 印度教真是深入民心 令到四大种性 依然延续了千多年 直到今天都未变 没有改变 而在今天的印度 虽然已经立法废除这个种性制度 但是大部分的乡下 对种性制度和生活方式 依然都没有变动 例如 我看到一个故事 他说 在印度你去参加一个婚礼 这样 婆罗门的他们会坐在一个区域 刹地利的也会坐在一个区域 辉射和守陀罗都一样 各有这个分别 甚至辉射和守陀罗 不让他们入场 也有可能 而且他们吃的食物都不一样 假如你冒充 比你高的阶级 被人发现了的话 轻质就打到你重伤 重的话 就连命都没有 因为各种种性是细杂的 大家都不可以通分 以保持这个严格的戒陷 如果不同种性的男女 所生出来的子女 俗称就是另外一个族人 叫做尖陀罗 一律都被视为一个贱民 贱民不包括在四性之内 是最受鄙视的一族 今天的印度属于这个阶层的人 至少有超过一亿人 他们都是被视为贱民 是低层中的低层 所以你们今时去到印度 可以看到贫富寓树 很多婆罗门或者是刹地利 那些是高官贵人 那些黑衣或者是那些悲战的人 就连食物都没得吃 他们到这一班的 这一班的尖陀罗 都被人家视为不洁的一群 只能从事搬运死尸 清洁废的工作 他们的食物 往往是执帮人家 扔出来的厨余 勉强度过一餐 比乞丐还要几百倍 在宗教上除了原有的婆罗门教之外 还有其他反对婆罗门的思想 亦都一一地发起 在这个时期的印度可以说是立法联 因为他自己内部都在做一个革命的改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在西元前的六世纪之前创建 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立为世界的三大宗教 佛就是佛陀的简称 意思就是觉悟者 而教可以解释为宗教或者教育 意味着佛陀对大众的一种普遍而传承的教育 佛教一般注重修人的心灵清淨和觉悟 因为世界要遵循因果循环 只能够达到觉悟 再能够超越生死的轮回 但是释迦牟尼佛涅盘之后 佛教也慢慢衍生了不同的部派 有不同的理论 有不同的思想 在印度佛教的发展当中 它有分为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大乘佛教和物教的时期 我们一一来讲明 第一就是原始佛教 佛教产生的年代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当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 差不多那段时间佛教产生在印度 而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的古国 早已有一个总圣制度 居于最高位的婆罗门 它就把持着国家的宗教和文化的特权 环环环无忌 木空一切 已经激发起很多其他总圣的不满 尤其是赤地利的总成 另外首陀罗也是被受压迫的一族 被剥夺一切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 奴隶主可以任意奴役他们 杀戮他们 总之这是一个阶层的分化 社会动荡的变革时代 这些变化也反映了在思想的领域 形成了百家真名的景象 正统的婆罗门思潮虽然极力维持他们统治的地位 但是实际上已经慢慢慢慢走落下坡 因为反婆罗门思想的革命 已经不断地涌现出来 佛陀在世的时候称为原始佛教 佛陀入灭之后 起初就以这个小城为主流 继而大城兴起 最后密教的加入 来到圣衡于世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流转当中 也会浸入一些外道的思想和言论的行为 逐渐改变了佛陀所宣说的原始面貌 佛教也逐渐趋向神秘化 佛教本来最反对神的思想说法 但最后都是要被一般社会大众以神道来看待 可能在人类的心目当中 祈求外力的秘蔭比起自己修行更容易得多 原始佛教反婆罗门教的四种种姓 是因为佛教提倡人人家有佛性 主张人人平等 认为原本人类都没有这个种姓的分别 种姓是后天的分工造成的 所以不应该以人的出身来衡量人的价值 应该以德行来衡量作为这个赤道 最初佛教提出的种姓平等论 是为了宣传他的教义 用公平平等来吸引一群的信众 与婆罗门的精神统治作一个对比 还为赤地利的统治制作一个理据的根据 即是支持赤地利 在客观上来看 他们反对当时婆罗门至高无常的地位 具有进步的意义和民主的色彩 所以佛教的产生之后 送出很快地流传开去 不单是得到各个统治者的大力支持 连一般的群众也纷纷地信仰了佛教 从此佛教的声势就红壮起来 超越了其他的宗教 大家都知道佛教的始创人 佛陀 佛陀 即是释迦茂尼佛 他原名是释达多 是一位太子 王子来的 他体会到人间的无常 就立刻抛弃了皇军的富贵生活 追求人生的真理 最初想说用苦修来达到目的 但后来了解苦恒的抑制 感受方法是行不通的 就改用冥想 即是观想 来调色感觉的器官 降低人的欲念 昔灭内心的贪亲切 最后就在菩提树下 觉悟成道 然后又提出了四圣体 苦习灭体 十二因缘 八正道 以及三法人 业报轮回等等的说法 由于因缘所申法 来达成这个无我意的道理 因为所申法的因 就是主要的条件 缘是辅助的条件 外在环境的变迁 加上内心的感受 都是内外的一切条件的组合 而产生了各种自然现象 以及人生的现象 自然现象就是我们地球的承住怀空 人生的现象 即是我们的新老病死 一切现象都是由于因缘的聚散 因缘聚的就生 因缘散的就灭的 佛陀在菩提树下 体会到宇宙人生的现象 以及因果的循环定律 由于十二因缘所组成 人有自我的意识 对于五蕴 识受想恒识的执着 而产生苦虏 继而有悲欢离合等等的痛苦 统称我们为这个苦体 而苦体的来源 就是因为有所欺望 欲望 一旦求不得就辛苦 生存就是生死轮回的原因 有生必有死 我们就称为这个集体 要破除这些苦虏的 唯有去除我们的欲望 我执 只能够进入涅槃的境界 这个就是灭体 要到达涅槃的境界 必须经过修行 修行的方法就是导体 主要有八大的项目 就称为这个白正导 八正导就是正见正思维 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 正念正定 还有有这个恩怨思想 和恩果思想 也是佛教的中心思想 佛陀就用这个恩怨和恩果法 去抒扬这个集体和灭体 又以八正导来作灭虎的方法 印度佛教史上曾经有四次的结集 集合这个真团 大家一起唱纵出这个佛经 正式确立为佛所说的经典的情况出现 我们就称为它一个四次的结集 第一次的结集 是发生在释迦牟尼佛入灭 我们简称这个佛灭 后没有多久 就由大家涉主持 在黄色城集合了五百名的被认为 已经正得阿罗汉果的出家人 即是五百罗汉 确立最初的佛经体系 一次的劫集是由加涉专者主持 阿罕专者负责诵出这个经葬 经葬我们繁语叫做收多罗 幽破尼专者负责诵出这个栗状 栗状的繁语叫做皮尼状 第二次结集 根据这个记载 是发生在佛灭之后一百年 根据上座部他的诸栗状的记载 由于有一位皮射尼比丘 违反了十种戒律的规定 我们简称为十事 为了这十事的事件 就集合了七百名的比丘 讨论这十事是否合法的律法 讨论的结果 十事是属于非法 同一个时期 在南传佛教 也有一位出家人 叫做皮射利 他也集合了差不多一万多位的僧人 进行结集 就称为大结集 由此 还引起了佛教的上座部 和大众部的分裂 由于在佛教团体的第一次 重大的分裂 所以被称为根本分裂 以上两个结集的个案 历史上就被称为第二次的结集 自从第二次的结集之后 佛教就分化为大众部 和上座部 两个大部派 历史称为根本分裂 后来随着佛教徒 对戒律和教义上 有这个见解的分歧 两拜部派又再度分裂 大约持续到西元一世纪前后 佛教中慢慢又形成了大乘佛教 那个时期又被称为支末分裂 在印度历史中 不可以不提到 有一位大护法 叫做阿日王 他和佛教的渊源 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典中 有记载阿日王的时代 和其他部派进行他自己的第三次结集 我们来认识一下阿日王 阿日王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无忧王 是印度历史上 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出身在印度的摩托陀国 传说他是喷头梭罗王的第三个儿子 因为他的性情残暴 所以他父王不太喜欢这个儿子 刚刚在北印度的德叉斯罗这个地方 发生了动乱 父王就派他去平乱 因为没有给父王的喜爱 所以出战的军队和武器都是很差 但想不到自用相传的阿日王 他竟然达成了这个任务 战胜归来 还被封为北印度的总统 因而深受这个朝臣的拥护 等到他父王嫁奔去世之后 他就士兴奪位 自己登上皇位 掌握这个政权 从此阿日王去南征不战 征服了一大片的土地 几乎统一了全个印度 在这种使用战争来统一印度的过程当中 伤亡一定是很惨重 全国都遍野还尸 血流成寒 因此他得到一个乞窩肉 或者是暴恶窩肉的臭命 一时间朝臣上下的大臣 都心心惶恐 惊恐不安 为了改变阿日王这个恶人的形象 有一位大臣叫阿流陀就献计划 国王你作为一国之君 杀人需要你自己亲手去动手 去找一个监狱长专门负责 跟你杀人的事就行了 阿日王听完之后 觉得这个计划都可以行 既可以铲除我自己的敌人 又不用我自己落这个万人砍骂的恶名 一心一意地去出王榜 精选寻找一个未来的监狱长 正当在这个时期 当时有一个地方有座山叫做麒麟大山 山下住了一户以继布为生的农户 他们欲有一个儿子 这山取名他们就叫他做麒麟 麒麟从小就性情很暴力 不喜欢学这个仿跡 喜欢去打猎 捕鱼 平时还欺凌其他的邻居 去虐待自己的父母 恐恶的臭名 早已全遍他们整条村 被人家称为恐恶麒麟子 阿日王听完之后很开心 立即派人去问这个麒麟说 你能否替国王去监杀这些恶人 麒麟说 全世界的恶人 我都愿意将他们通通杀过干净 何况是一个区区的国家之内 阿日王他得到回音之后 知道找对人选了 他就立即大兴讨目地建造一间监狱 他四边就以这个高墙 在四边的高墙封闭着 只是留一个门口被人出入 在四边高墙里面 又建设了各种的凝聚 就开始传说中的地狱 麒麟受到聘请来掌管这间地狱 他就向阿日王请求 国王 你和我下一道令 一旦有人走进来 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帮出去 阿日王就立即答应了 就这样一座人间的地狱 就正式地开业 光明正大地做起杀人的恶业出来 有一天 有一位小和尚 他温柔四海 因为黑色的缘故 不小心就走入了这座地狱城之中 小和尚看到四周围都摆满杀人的刑具 刑具上面还有些人在受刑罚 叫苦连天 面目真灵 全身都是布满血迹 看到的人都不敢无管都树起 他就在惊王失措 正想说转身 想逃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麒麟就一手将他捉住 告诉他 国王有灵 凡入到来这个城的人 必杀无疑 小和尚一听到 忍不住就流出眼泪来 他说 我还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真是很可怜 要我死本来是没有问题 只是 不过我刚刚出家时间又短 佛法的大道 我都还未学到 还未收到 大王 你可不可以 让我多活一个月 麒麟他没有答应 小和尚就苦苦地哀求他 麒麟终于作出这个让步 好 我就给你多活七日 七日之后再杀你都未迟 就在这个时候 阿若王派了一个宫女 送这个信件给麒麟 送完信之后 宫女就被麒麟放入一个大宗肯里面 用这个锤头搞成欲仗 小和尚在旁边看完整个过程 感觉到非常恶心 即刻产生了对身体厌护的情景 法院要在这限期七日之内 发奋来收集禅定 七日之后 小和尚真是果然收成这个阿罗汉 正得这个金刚不惟之身 其限到了 其利就下令那些肉粥搬到大油锅出来 准备好柴火 准备油炸小和尚 人已经放在油锅里面了 但是那些肉粥呢 那些肉粥呢 怎样点火我都点不住 其利就很生气 哎呀等我来我自己亲手点火 每多久呢 熊熊烈火就烧起来 煮了很久很长的时间之后呢 其利就打开这个锅盖一体 吓了它一条 只是见到油锅里面 身体一朵莲花 小和尚就坐在莲花上面 安然地打仗 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其利就急急地派人去报告 给阿日王知道 阿日王也都觉得很稀奇 有这样的事 他就马上带齐兵马去看过究竟 当他到达的时候 只是见到小和尚 腾空这样飘起 在空中作出种种的变化 就说出一首解 他说 我是佛弟子 弟德诸留俊 生死大恐怖 我今识得脱 阿日王听完之后 开始对佛教产生了好感 小和尚又对他说 佛陀曾经讲过 在他灭到八年之后 有一个国家叫做孔雀 孔雀国有一位国王名叫阿欲王 以正法治理国家 又能够宣扬我们的佛教 分布舍利 建立百万四千个佛答 来到安奉佛的舍利 是一位言明人德的君主 佛所说的这位国王就是你了 但现在看起来 但现在看起来 起了一座地狱的地方 杀害无数的众生 简直就是一个暴君 跟佛所说的人者距离太远了 所以你现在应该 回心向善 回头是岸 按照佛陀的所说 来到行善 阿日王听完之后 内心感到很惭愧 为了要赎罪 摆脱心中的内疚 他决定归于佛教 受五戒还加入了真团 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佛教开始敬信尊重起来 并且立即将这个麒麟处死 立即将地狱的杀人墙关闭起来 后来阿日王果然致力 起佛教的传播 将佛教发展到印度以外的国家 他还四处行善 建立百万四千佛塔 成为佛教的护法王 后来都被转称为法阿日王 在印度历史上 确实是有阿日王的存在 他的确经历了一段 由无恶向慈悲的人生历程 从一个善意挑起战争 亲併全印度领土的武王 变成一个积极传播保护佛教的法王 他不单是印度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全国土的君主 同时也是佛教史上 最强而有力的护法者 为什么阿日王可以改变自己由恶向善呢 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佛教认为阿日王的改变是受到佛法的感化 上面的故事就是讲到他被感化时的经历 以上的历史讲的并不单只是阿日王 他个人人格的方便转变 同时也隐藏了他自觉之术的前后差异 他利用佛教的人字取代了他原本的法治 在印度历史上一件是真实的事件 当时阿日王他经过多年的战争 终于凭着他的武力消灭了很多小国 统一了全的印度 俗语说打江山容易保江山难 统一了印度的阿日王他自己都知道 他的领土越大 面临的问题相计都会增加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地理不同的文化 要将他们在短时间里统一起来 单靠杀佛的压制是不可行的 一点就迫使他寻找一种人类认可的文化媒介 统一人的思想 他选择了佛教 最终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王 从暴恶阿欲摇身一变 成为了正法阿欲 在佛教图眼中 阿日王的变化是受到佛法的感化 是佛法无边的力量 奔徒的结果 后来阿日王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 都相计出家 佛教更加传播到全印度 还向外传播到斯里兰卡和万族的地区 阿日王还在全国颁布卸令和教律 克再在崖壁上和石柱上 还颁下命令令令 各司举行佛教真团的第三次结集 结集之后 派遣这个真团到亚洲各国 以及敘利亚、亚特、希腊等国家宣布佛法 正因为阿日王大力地弘扬佛教 佛教只可以从地区性的宗教一弱 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在亚洲各国广泛地流传 对于佛教来说 阿日王的地位是仅次于释迦茅利佛的 佛教史上还有第四次的结集经葬 他的召集人是加利释迦王 佛灭后差不多是四百年 在加塞美罗国 因为当时佛教内部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学派 对教理的解释都各有不同 经由协专者的发起 以建陀罗国的加利释家皇为施主 召集了四百六十九位的阿罗汉 加上世友专者为上座 一起结集三藏 做这个皮利沙论 经过讨论之后 对经、律、论三藏 都重新去了解和注释 以与婆提社论 注释为这个经藏 从皮罗耶皮婆沙论 注释为这个律藏 以阿罗皮疙瓦 以阿罗皮疙瓦沙论 注释为论藏 完成后 流传 一次的集会 有学者就称为第四次的结集 说到大习佛教的出现 佛教在这个维商帝国加利释家的一世 在和他的统治之下 已经达到这个很鼎盛的时期 但在这个时期 佛教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分离出大习佛教 传统部派的佛教和大习佛教之间 早已进行了很久的大习非佛说的真论 而大习佛教则贬称 以前各部派教义是这个小习佛教 大家互相在争议 于是加释释家王一世 对佛教采取部派佛教和大习佛教 作一个互相包容的政策 其中以细有尊者 就是部派佛教的学者 马明菩萨就代表大习佛教的学者 大习佛教受到部派佛教时期 大众部的影响 而大习佛教兴起的原因 亦都有很多原因 从修行方面来看 阿罗汉的境界不容易达到 单靠自己的修行是很困难的 越来越少出家人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在现世利益和修行的考虑之下 菩萨的理念就取代了阿罗汉的理想 菩萨的观念可以说是大习佛教的特色 大习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大约在西元一至五世纪为初期的大习 主要学派又为中观学派 代表人物是龙树 提婆创立这个假有性空的理论 空并不是空无所有的意思 而是指万物的虚空不实 宇宙万物是由于因缘所生 假而不实 至称为这个空 借着这个空论为中心 提出了疑态 百不中道 实相涅槃等等的说法 而第二个时期 大约在西元五世纪到六世纪之间 就称为这个中期大习 这个时期出现了瑜伽行派 代表人物是无着世青 他们提出了万法唯色论 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色所变化出来的 人有白色 眼色 耳色 鼻色 舌色 身色 耳色 莫 莫拿耶色 阿拉耶色 第八色的阿拉耶色 还是前七色的主宰和存在的前提 阿拉耶色能够摄持和保存一切种子 宇宙世界都是由阿拉耶色所变现出来的 另外有宇宙的三圣论 五位八法轮及五种的圣论 第三个时期大约在六世纪至七世纪 我们称为后期的大习 密教亦在这个时期逐漸地兴起 而大习佛教亦慢慢地摸落 在这段期间 佛教在北方的贵湘王朝的辅导之下 举行了第四次的经典结集 但是南方的安达罗王朝信仰这个婆罗闻教 所以佛教的发展并不顺利 大习和小习的分别 习的意思就是车乘混在道路 小习就是小车小道 只能够混在自己一个人 得习阿拉罕果 大习就是大车大道 可以混在很多人 得习佛果好度这个众生 而小习和大习都是以原始佛教的元起论为基础 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大习佛教的不舍世间的态度 比起小习还要积极得多 经常以不为独善其身 还要普渡众生为目标 在修行上的方法 小习一般主张修戒定为八正道 而大习则兼收了六波罗物 即是布施、慈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而密教的时期大约在七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 在八世纪的时期 就是达到最高峰 密教是佛教和印度教结合出来的新教 以凡所神秘的咒术 以以为特征 佛教是由法身佛所说 非佛陀所说 法身佛是不说法的 所以密教的传承为密法 他的传承据说是达日如来 一传金刚撒脱 二传龙殊 三传龙智 四传金刚智 同善无畏 密教都是由大成者、大成就者所传授 一般人无法传授 密教相当重视上师的指导 若果不透过上师的加持 是无法亲自听闻佛法 而一点是极受我们遣教所不认同 由于当时印度佛教的势力当成 为了挽救佛教的劣势 有心的人士就采取了印度教的修行方法 密教可以说是佛教的理论 再加上印度教的修行方法所结合 密教相当重视这个仪规 真言、物语 原始佛教亦都极反对 婆罗本教宗的物语真言、物语真言 宗教的仪典 但是密教就浸入了这些因子 造成佛教更加神秘化 以上是佛教在印度的传承历史的简介 下一堂我将会介绍佛教从印度再传播到中国 西藏、韩国、日本、泰国的主要国家 简介一下他们佛教在当地的演变 和历史的文化等等 那我们时间都很重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教义 印度本身的起源 印度本身的教是婆罗门教 因为佛陀的起源是婆罗门教 佛陀佛教和佛教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分别 我们佛教主张收自身 不靠他力 佛陀在印度的觉悟才创立佛教 在印度的时期 他当时都是信任婆罗门教的神教 佛陀的出世慢慢创立佛教 他将他的教理再宣扬教化到印度的人民当中 以及经过帝王、阿日王的户池 宣扬我们佛教 在印度之前他是一个神教 祭天、求神那种做法 有些像我们现在的密宗 有些像这个密宗 他们有类似婆罗门教的火供 或者是什么那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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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经验了佛教 那 为什么佛教 不可以传受 即是 全程都传受 才能去哪里 而结果 最后佛教分离 因为佛陀的试验成佛是试验给我们看 我们佛教主宗是修行 要自己透过修行而成佛 佛陀的试验是透过修行来觉悟成佛 他不可以说我给你就给你 就像基督教那样我给你我赏免你的罪是不行的 我们佛教是要我们自己去消灭我们自己的业力 经过忏悔 经过暴施慈戒 来消灭我们的业力来达到佛的境界 佛台只不过是一个试验一个修行的过程 我出世做人 出世的历史 出世做一个人 他是怎样经过修行 经过觉悟 经过修正 再发心 传授一些戒法 给后人 我们的后人 如果你不去跟随佛台的行法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成果的 他应该会预知的 所以佛有余知 他分了佛教 佛教兴盛 我们现在的时期就是活法时期 他为何佛以最长寿呢 他在印度的时候计算是一百岁 他提早二十年入灭 就留下这二十年的福报 流传给世人 来延长他们佛法的期间 有些奈牙说他转世了 其实他一路远远的时候 都是决定不太厉害的 他们提早已以及签远远事 但云上只是造成美佛来的 人机会分离之后 禅物啊 香罗 Keller华日 为什么不能辜远 我们显征的那样 承现在来 我们显征的话 你承现在来 那些大德 否然是自己承现在来 以往修得的大德 但物宗或者那些 好しょう 要人引证他 要找到第几世的法王 第几世的什么 人家去引证他 有 大德要成愿在来 也能轮回 轮回回来 再度众生 看他的意愿 记录上有 我们的虚云奥和尚 虚云奥和尚 很多大德都是成愿在来的 有很多很多的 刀针大德 都是以往修来的 他成愿在来这个世间 再宣扬我们的佛法 这就没有记载了 但是释迦世尊 他现世的时候 他都是古来佛 他都是古来佛 观菩萨他们都是古来的佛 不过你现身在这个世界 做一个古人菩萨的形象 做一个释迦迷佛的形象 这样再来 他们的愿力 我们也是 比如我们修行了 比如我们都可以往生去极乐世界 但是我不捨这个疏婆 我都成愿在来 教导或者是到一个和众生结缘 我们佛教有这个轮回的说法 没有修行的人 他轮回的话 就再来这个六度轮回 但是有修行 有德行的人 他轮回的话 他就再来 就是 弘扬我们这个佛教 令这个佛法苟住 人人的心愿不同 轮回的那步也不同 去到哪一处也不同 所以我们要好好修我们的心念 学佛从这个心念 一念之差就会堕落 但是一念之善 又会提升我们的佳策 等待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一堂再见 好吗 阿弥陀佛 我们先做一个回向 我们先做一个回向 愿以似功德 愿以似功德 庄言佛淨土 上部四重因 下祭三途府 若有见闻者 释法菩提心 同志一步生 同志一步生 同身极乐国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